我要買巴力 買一部巴巴托斯給你 我要買巴力 加多支魔劍 我要買巴力 但是你昨晚差點死 我如果昨晚拿巴力我洗輸 如果你昨晚拿巴力 你死了啦 我要買巴力 所謂人生無常 如果你有位朋友跟剛才那位先生一樣這麼白癡 我肯定他都沒聽過動漫戰隊的啦 那就快點叫你的親戚朋友一起聽啦 我要買巴力啊 要!巴力了啦!巴力了啦!巴力了啦! !巴力了啦 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動漫戰隊 大家好,Sunny 是大王 我們今天本來不應該只有四個人 有些人就林鄭逃脫,很過負系 有看,有來,但又不開麥克風 就只坐在玩遊戲機,玩天華 不知所謂 好可惜,只能夠四個人跟大家說 不,那些是零番隊還沒出場 叫他嚇屎 今天只有我們四個人跟大家說今天這套作品 這套作品厲害了 曾經是邵俊的三本柱 這個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代的雪原忠 其中一套代表性的作品 Bichu,飄靈,Bichu 台灣就譯作死神 譯名上我覺得飄靈的名字譯得好些 其實應該要再讀正音一點,是讀飄靈的 他是飄白的飄靈 因為他是把靈體送回去正靈 送去投胎 有一點點意譯得來又可以跟到一個字 其實我也忍不住套衝 其實這個節定只不過是頭幾奇 之後沒有了 之後沒有了,之後沒有了 之後不用飄去就砍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不過不要緊 但是在正式講作品之前 大家都要記得 要留意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加入我們的YPR綜合吹水區 我們在各方面都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其他節目都很需要大家的來信 亂來超級是有貧林倒閉的邊緣 其實是有的,我有貨的 你分享你的魔教三部曲之後就沒有了 對呀,我那群總的信心 他拿手又拿到這些貨出來 即是他的幻海其實是更幻海 這些基本的東西就講完了 正式入題講我們今天的這套大作 《必傳》 《少年樽》即是集英社旗下的其中一套作品 總數是886回 就是74期緣 作者就是九寶大人 是 要怎麼說呢 這個有一個傻傻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有買的 就是我 我買了十多期 那時候我沒想到這套東西 最後會碰到七字頭 真的挺猜不到的 我以為可能大概三十多元 那些 猜不到拔到這麼長 你怎麼想到的千年血戰篇 說最終編章那裡都寫十多二十期 完結編都這麼高期 完結編都二十期 也猜不到另外一些漫畫 就是柯南寫到現在都可以寫的 也是 保持那裡的空窄的數目 是多於正常家的數目 他已經是東京死神 原來B柱從來都沒有介入過九十年代 原來是01年開始 到2016年才完成 連載了15年多 這個 叫作品背景 我曾經可以說他成為了三本柱之一 因為在2008年的時候 2008年他就是日本第五名最暢銷漫畫 而去到09年就排第三 僅次於這個One Piece 和這個Navuto 所以就算是屬性 曾經的三本柱 也是日本一個很大的Title 我想當時 如果想在Magazine那邊 和他有得 困的可能是 妖精屌辣媽 妖精的尾巴 那妖精屌辣媽應該都在後期一點 我感覺上應該是在後期 因為妖精屌辣媽 剛剛今年完 去年完 63期 你再推上去 可能遲他幾年 然後 還有的會是摩奇 這個就是在 在小學館那邊 但摩奇不是好像比較短嗎 摩奇好像是四十多 四十多 五十 我想相對上他們比較短 但都受歡迎 當然你會看到高橋和美姿 會一直在困他的位置 但他在這麼多的強敵下 他都能夠打上去頭三頭五 證明他曾經擁有一時的地位 真的有強敵嗎 有 算的 也不是每次的超五那些 但那班都可以說是超厲害的 可以說是 但是後期 還有你想想 二千年他的對手 其實也不是很弱的 Death Look也在那期 雖然Death Look半字霸套不同 而且那個時期短 Death Look相對上 另外二千年還有什麼作品 這一時間想不到網球王子 網球王子也受歡迎 那時的網球王子是運動漫 還未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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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少爺打鬥 都受歡迎 但都受歡迎 但不同類型 但是叫做前中期 即是前期中期算是OK 但後期就徘徊在讀者投票的榜尾那些 差不多是 就是榜尾那些群 差不多有些人說笑話 他可以說是腰斬線 你比飄寧 就真的要腰斬 我經常說笑話 飄寧其實那時候很有趣 因為他大概在16至17位左右 在20套作品裡面排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腰斬 因為他在人氣投票不夠 但是他單行本的銷量仍然OK 都過到一百萬 好像是 因為有些人買開本住 還是想買齊一套書 可能是 所以就能夠繼續叫做 吊車殘存 也不是的 他那些產品都好賣的 還有他那些真人舞台劇 都很多人看的 接下來 也會有這個叫做真人辦 福士蒼泰做一壺 大家都可以到時留意一下 我想如果其實那裡做 應該打完腦木八災都完 應該是 你說真人電影 真人電影 你只是期待他可不可以挑戰巨人的高度 應該有味道 我覺得笑話不行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本身巨人這套漫畫就很糟糕 就是前面飄零 是有很多套座位 但是沒有去過很糟糕的字 那句話 那巨人沿著那一刻已經很糟糕 那你改出來那個戲 衰夠硬 不是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因為巨人這套電影和漫畫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 它只是世界那三棟牆 然後有一群家產 即是那些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因為我買了兩隻紙回來 我還沒看 是完全不同 但是飄零它 我覺得它爆不贏的原因 是很難做到巨人這麼搞笑的 還有你只找誰做特技 就很不同 那也是 通口 看著我們通口真字 但是真人版我們等它出了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說 好好好 盛讚一下它 好好好 好 那作品的背景和作者的簡介 其實九寶大人好像也是這一套作品 因為它的作品數量並不多 在飄零之前好像有一套東西 是Shami Power 那一套東西 但是真的不是很久 連載了一年多一點 全四卷 其實它的職業生涯已經結束了 我覺得 七十四期 靠Bleach應該都吃到過小 推到休了 推到休了 看看它之後會不會再出其他東西 出來刨頭 我覺得 好像暫時還沒有新動作 對 那你出了七十幾期 你應該沒那麼快 可以馬上再投放另一套東西 不是 它後期的人都很乾的 你感覺到它應該 不是 它有巧合 或者那些不打 你都看到了 這個可以待會再說 對 但是我們叫做簡介了一個作品 簡介了一個作者 那可能九寶有關它的東西 在節目尾段都會再講一下九寶 始終這套東西都有若干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消息都說出來 不可以待會再討論一下 但是 現在就不如 不斷說一下故事 如果我們很詳細和大家說故事 大家又不用睡了 因為 那實在是七十幾期 不如不斷說一下故事 大概是順便帶人物出來 給聽眾聽聽 人我們這次就不打算長說 因為人物實在太多了 更多是網球王子 不斷在故事編章 可能帶出一些比較重要的角色 還有我想相對上經典的一套作品 可能很多人都看過 哪怕你沒看完都好 你大概都知道有什麼人 而他們 就算你沒看過都好 他們這麼出名 在這個動漫圈裡面 你不多不少大概都知道 你打什麼大亂鬥遊戲 一定見過洗班人 就是In case你不知道 那就想吹水拳問 一定有人回答你 那你見不見人自己看了它 我見到大家看 一起來不一起來就看一次 沒所謂 我看了都很奇怪 我看了都 我都覺得雖然後面可以看得很快 但我覺得真的好像浪費了一些時間 先說一下故事 故事一開始就是講這個高中生 黑旗一湖 因為他平時都看到這個靈體 會看到一些鬼怪 可能他有時候會幫一些鬼 去完成他的遺言 幫他解決一些危難 而在有一個晚上 他就遇到一個少女 柳木劉亞 台版叫做露奇亞 遇到劉亞之後 劉亞原來是一個死神 正常的人應該是見不到死神 但因為一會一直都看到鬼 所以他也可以看到死神 而為什麼死神會來到人間界呢 就是他們要對付一些他們的幽靈 當幽靈他們墮落的時候 他們就會變成一種怪物 那種怪物就叫做虛 而這種怪物就必須要有死神去對付他們 因為普通的靈魂叫做整 是 整其實由他留在這裏 或者他自己慢慢會升仙 但是虛就必須要有死神的導化才能夠升仙 而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導化虛去升仙呢 就是因為靈魂的數量其實是固定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令到他們升仙 然後再重新投入輪迴 維持人類和靈界之間的靈魂量的平衡 這樣應該是一個設定 而在劉亞執行這次任務的時候 他受過傷 所以他就把他的力量借給主角黑旗一戶 然後一戶就用死神的力量成為了代理死神 因為劉亞本來想借一部分的力量給一戶 但是被一戶把所有力量拿走 所以劉亞也要留在人間界 那就找一戶作為他的代理 去處理死神的任務 這一篇大多數都是校園的故事 主要敘述就是可能一戶在校園的生活 因為劉亞要留在人間界 所以要怎樣去訓練一戶 變成代理死神 他又開始說原來一戶很厲害 之所以看到靈魂和死神 原來他本身很大量不懂得控制 所以就開始訓練他怎樣去對付虛 主要這篇大多數都是這樣的 即是靈界偵探篇 是的 這個字首已明白 還有帶出了藥光設定在裡面的 例如死神的武器斬黑刀 也可能有一些人間界靈界和虛的設定等等 甚至帶出了另外一些朋友 好像一些滅卻士 其他的異常能力或者超能力 基本上這一篇可以說是草同伴的 一開始 好像有一個滅卻士 叫做石田羽龍 其實他有類似一些 驅魔人 你當作不是蛇箭 其實滅卻士就是人類用來對付虛 人類創造出來用來對付虛的一種職業 但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消滅虛 而不是令虛升仙 所以會破壞了人間界和靈界之間的靈魂數量的平衡 所以就被死神滅了族 他就是死靜種的滅卻士的孫 然後還有井上積基 就是奶媽 因為他真的是奶媽 就是負責幫人補血的初詞 然後還有茶道太虎 就是一個沒有什麼恐懼心的人 一個高大大隻佬 他好像是墨西哥和日裔的混血兒 相對上大隻高大 還有他也有弱光強的靈力 而他對一戶之間是一個很根深蒂固的友誼 所以他為了一戶就赴湯道火 也成為了同伴 有少少桑源和丘佐的感覺 但他不是那隻蛇撩膠打 是那種很安靜的人 另外還有一戶還有其他同學 啟吳、水昔、龍桂 但那些蛇撩之後是沒有機會出場的 出來也是浪費狗 有 有 在漫畫圓圓一篇 當然要過場那一頁 那些蛇撩出來是沒有意思的 而且你會開始在想 這個是誰來的 我開始不認得他 之後真的會 這些蛇撩是不需要理他的 其實一開始這篇 我比較喜歡 因為像這個朝語虎 因為他都是捉妖 但當然他用的方法是 可能一戶變身做死神 然後怎樣對付虛 甚至有些大虛 另一方面我比較好的地方 是那篇還比較輕鬆 不是為搞笑而搞笑 你看那篇是輕鬆之餘 那些單個案子對付虛 有時候有些感動 或者有些深層的意義 所以那篇是好看的 有些像《一流百書初期》那些篇章 又是會忍耐一下這些故事 但是之後好境不常 由於露奇亞脫離了寧界太久了 寧界其實就叫做靜靈庭 或者叫做施雲界 應該叫做施雲界 施雲界裡面有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叫做靜靈庭 有十三隊死神隊伍 就住在裡面 他們就是寧界的最高權力核修 黑勁 正宗是黑勁 就是當中第十三番隊的其中一個成員 然後他因為離開了靜靈庭太久了 就被派人去追殺他 追殺他的人分別就是 他的青梅竹馬 這個阿傘井戀次 和他的哥哥 蘭穆白災 由於他們抓了劉亞回去施雲界 所以一戶他們就看著 阿屌你老母 搞我女兒 不是他女兒 搞我同伴 所以就追去靜靈庭打斥他 所以在這裏就正式帶出了靜靈庭或者施雲界的一些設定 例如十三番隊 整個施雲界的架構等等 然後經過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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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打鬥和一些 所以就算是 夠了 姑姐稱之為夠了 還有修煉 對 那他們就總算叫做救到露奇亞出來 但是同一時間他們就發現原來在十三番隊的隊長裡面有幾個叛徒 卡門終出了一個叛徒 或者一班叛徒 對 終出了幾個叛徒 終出了幾個叛徒 那幾個被終出 在裡面終出的叛徒 那幾個叛徒 就帶走了一件道具 那樣道具就叫做崩玉 崩玉是什麼 稍後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就設定了 總之有一個重要的名字出來就叫藍掩 藍掩就是那個叛徒裡面的首領 全名好像是藍掩物有界 另外他就帶走了兩位十三番隊的隊長 像是培勇俊一樣出來 對 勇俊哥來的 好像培勇俊一樣 他就帶走了另外兩個隊長 就是士遠銀和東仙耀 士遠銀就是一隻狐狸 其實是劉川楓 而東仙耀主要的真人版 你必須要找回尖角拉裡面的那個黑人 嘩 那個髮型也像 對 那個髮型也像 對 不過他很瞎的 對 假裝的 沒有所謂的拍戲的時候 對 就是他有戴過眼鏡等等 就是假裝盲 對 希望福士衝太能夠在這方面努力一下 就是影響選角 如果不是 他扮成日本人 他扮成日本人 飄防會有一點而差 他扮成尖角拉 他扮成日本人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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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媽臭器 真的還保持打 真的還保持打 提過斬白拖 而斬白拖是有一個進化或者解放能力的功能叫做慢解 就是在這兩篇逐漸披露出來 也是貫穿了整本Bridge的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最簡單的就是斥解就是你知道你的刀是什麼名字 你總之用到刀了 你叫做用它的能力 而慢解就是最簡單來說 就是超別 可以這麼說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 斥解和慢解是你理解刀 以及你支配刀 跟某一刀之間產生互相的信任 所以這個level有一點點不同 但最容易理解就是這樣 其實斥解就是你追刀 然後慢解就是你追刀就搞大把刀 或者用刀叫刀去做事 大概是這樣 洗刀去用 類似這類 然後這個是為之叫做Bridge的第一步 而Bridge的第二步就是他們打完藍炎 回到人間界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一流八書 都知道在打完護魚女之後 然後呢 桑源的能力是沒有了 因為他用了那把常侍之劍 就被人拿走所有的能力 而一壺也都因為用了這個 最後的魚牙天聰 所以就沒有了他的死神能力 哦原來一壺就是桑源 都是用劍的嘛 對哦 黑暑風忍者 那你應該說都是用劍 就是全靈寶用劍的啦 全靈寶的桑源來嗎 不是啊有條豬在拿導彈射的嘛 你記不記得嗎 有條豬在射導彈的嘛 現在就先說啦 那個不計 然後他就沒有了這個能力 而同一時間他們居住的城市空座丁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人物 就叫做銀城空 他就接近了一壺的好機友查道太府 所以呢一壺就發覺 你老母在這群人真的夠狠狠一個人一個 我去救查道啦 哎呀你老母 就是首先是盧奇亞 然後是職機然後就查道 對啦 然後他就發覺原來查道是加入了銀城他們的一個集團 然後慢慢了解到這群人 他們是用一種異於死神的能力 稱之為原演術的能力 其實就是將他們的想像化為現實的一種能力 而這件事幫助一戶重新 catch up 一點點死神的能力 然後他們在這篇裡面也發現了原來銀城有其他的陰謀 包括 即是鮮水片 可以這樣說的 不行不行 真的不行 不是因為月島獸狗狼和銀城空不真是賤人過鮮水很多 他們的方法是不能用的 鮮水的方法是用的 對了 月島和銀城的方法 待會再說一下 那個叫做少年萬萬的既視感這方面 我可以 然後就發現銀城空還有另一個拍檔 就是剛才提到的 月島一獸狗狼 他們有另一個計劃 就是要向死神他們 宣示他們自己的能力 總之其實整篇的重點就是 令到一戶重新獲得死神的能力 其他東西都是不重要 即是你打了七旗 然後一戶只要獲得死神能力 所有東西都解決了 即是一份寫什麼都搞不完 全部東西都是不重要的 然後進入了Bitch最後的篇章 叫做千年血戰篇 剛才提過死神是滅了滅蝦斯的族 原來死剩了一些人 而死剩的那個人 其實剛才提到的是 《施魂教》的靜靈亭 靜靈亭其實守護著一件東西 叫靈王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昏君 金正恩 不同意 他完全是沉入昏迷狀態的那個人 你昏君的意思是昏迷那個昏 即是金正恩還會玩女兒 對 即是現在是北京說著的無主席 沒錯 而其實金正恩是有個兒子 這個兒子就成為了滅蝦斯的領導人 尤哈巴赫 然後尤哈巴赫就因為滅蝦斯已經全家產 其實很難得 在全家產的途中他們都可以死剩二十幾三十個人 他們就躲在靜靈亭的建築物的影子裡面 即是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對 然後他們就躲在 其實他們躲在友台另一位主持的家裡 因為這個就是冰之帝國 躲在冰之帝國 很多修行 修行的地方就是在露奇亞 要處決露奇亞的雙極下面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是秉承住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處安全的地方這個概念 地方大是比較難搞的 我們想想一下他更厲害的 他說過篩選滅蝦斯的過程 是很悲慘的 就是說要滅村 不知道怎樣 就是要找最厲害的那個 然後再滅了一條村 所以就沒有人了 咦 就是又是黃寶寶那條橋 打死自己的人 你真的是沒有人 而且他的篩選 也是膽抓得來的 那也不要緊 只是一條香水τα去 總之有一刻 百刻就帶領著這個绵嚇斯 就反攻這個矢智基亞 啊我要打齊你們這類死臣 然後就打 聽眾門就不怕 為什麼我才踏到齊去就不套租 因為我被打開孵內在 結果有一 poke叫深刻劇情讚 有一 poke叫深刻劇情括弱套租 而套裝裡面很大一條例子 他輸的原因是在那裡 待會慢慢套 其實劇情大致上就是這樣 幾個篇章 死神代理篇 我會直接稱它為斯雲界篇 有人可能叫做露奇阿救出篇 其實《假面軍勢》那邊也有人分一篇 或者叫做《破面出現篇》 我也不理會他 總之就是《虛圈》 《打狗藍染》 然後就是《打狗人成空》 和《打狗滅蝦斯》 四五個篇章 我真的很記得當年 因為到《千年血戰》篇之前 已經猛說這套東西完蛋了 再算了 別搞那麼多 到接著公布說 我在《飄零》即將會進入《最終章》 然後有人說 嘩 終於進入《最終章》 終於很完 叫《千年血戰》篇的人說 哎呀 糟糕 《最終章》叫《千年血戰》篇 即是還有一段時間才完 是和你的《毒者血戰》 對 在接下來說其他部分之前 可能要補一些小小的設定 例如 剛才提過有十三番隊 十三番隊會各自有他們的隊長和副隊長 然後下面就是所謂的 三席 四席 五席 一路數下去 去到二十席 頭二十席都叫做席官 但是一席不一定只有一個人 有機會可能有兩個並排 在第七席都有機會 而外出這二十席的就是契弟 每一隊都有很多契弟 不喜歡這個名字 可以叫彈省的也可以 沒所謂 即是打的時候 可以說副隊長過人 我又打 契弟那邊 那班就過了那邊 其實他們有很多副隊長 本身都是契弟 即是副隊長過了 沒有人在那邊打 而另外的就是 除了這十三隊之外 還有一隊比他們更高級的 就叫做零番隊 零番隊的主要任務就是 就是守護這個靖靈庭最後的防線 和保護靈王的 而我不知道他們保護了靈王是什麼 他們的任務是保護靈王 不代表任務成功 你一講靈王 就想起發爛炸那個 靈王 你不是說要發爛炸嗎 屬身奪命劍 女天長 就發給你看 我想說 那兩個都比現在零番隊的四個 那個靈王好像比較好 我會覺得是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設定 就是其實一戶的身世 因為其實他父親 黑其一心就是死神 而他媽媽 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就是滅卓斯 再加上他受到虛的感染 因為他媽媽在生他之前 是受到虛的一些感染 所以他是有人 滅卓斯 死神和虛的能力 他是一間四合院 所以最後他也會變成鬼五馬六古靈精鬼 什麼都藏在他身上 當然這些都是所謂的主角威能之一 另外的東西就是 剛才藍哥提到的刺戒慢 可能不同的武器 刺戒慢在配合下 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這些稍後都有一些位可以叫做 套組一下 讚一下 都有東西讚的 有東西讚的 都有東西讚的 應該設定上 還有補賣最後的就是崩玉 剛才提過崩玉 崩玉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藍染要背叛施魂界呢 因為他發覺死神和虛的能力 是有個盡頭的 去到某個位置你很難再上 然後他研究到 其實不是他研究出來的 是有一個曾經背叛了 施魂界的死神 蒲原起座 他研究出來的東西就是 死神的虛化 或者虛的死神化 蒲原起座研究是死神的虛化 將死神和虛的能力結合 就能夠令到死神的力量去 叫做有一個突破 但是因為這東西 他們會需要一個工具輔助 那東西就叫做崩玉 但是因為崩玉的力量太強大 那蒲原起座覺得不行 這東西最後都是不成功 而且死神的虛化很容易失控 所以他就要收藏這東西 而藍染他想研究的就是 將虛死神化 所以他就要獲得這個道具 去完成他自己的研究 而且獲得了這東西之後 其實他的目的是想成為新的靈王 他想取代舊的靈王 讓自己成為這個神 世界的神 那這個就是藍染的目的 那為什麼我只說藍染的目的呢 因為銀城空門的目的 和有哈巴喊的目的 是無人知是什麼 他們只是出來打 他們只是出來打 哈哈哈哈 出來不知笑什麼 那些人 出來就是死的 那些人 全部都是嘔嘔嘔嘔自己笑 那些人 就是 怎麼說呢 這套東西 我會覺得是一個很黃道的少年晚 因為裡面有很多很黃道 要做的事情去做足 例如主角威能 主角的能力是 任何最厲害的東西都在他身上 那些人 那些人也有 然後剛才說的奸角 沒什麼目的出來 哈哈哈哈 那些人也是齊全的 甚至乎那些奸角 你下面那些靈王 很抽聯 就說我要拿回力量 回來 或者殺了自己的靈 那些人 那些奸角要做的 他們都做足了 很黃道 所以我認為他 雖然今集都差不多半個小時 但我想多用一點時間 去讚這套東西 即是你打算這節讚完 就下節回來直嘴 是啊 我以為下節回來才能夠讚 下節回來才讚 就做六節都搞不定 好啊 我們一起讚 夠的了 甚至20分鐘夠讚 我餘兩個 我餘15分鐘 剛才藍哥其實提過 他覺得這套東西 頭段都輕輕鬆鬆搞一下笑 都OK 但分中好像不太同意 不是 我覺得頭八期是好看的 靈雅精探片是好看的 但你說你很討厭狗虎大人的gap 是啊 他的gap是很突厚的 譬如黑奇一戶回家 一心跟他的 風雷電 沒有風雷電 又打獲金 我不知道觀眾會不會覺得 很好笑 還是覺得這個家庭很和諧 我不知道其他觀眾會覺得 我是解釋到他的家庭很和諧 但那些笑點我不會笑 真的不 就是無緣無故回家 他爸爸就整個旋風 他整個電光獨龍轉去享受 那些我笑不到 而且他回到中學 他的同學也是奇奇哩哩的 有個很想搏東西的 很想追求女 就是阿啟文 我以為他名字都不記得 我又覺得笑又笑不出 而這些人又是 你知道他是契弟 那我覺得很沒必要 其實契弟 我覺得契弟的存在是必要的 因為反而那個點是 他的同學裡面已經出現了 職機、語龍和茶道 如果整個學校的人 要不就沒有名字 要不就出去打 我會覺得世界太過空虛 所以有些普通人 其實我反而覺得啟霧和水色和龍貴的存在 是對比到底有能力的人和沒有能力的人之間的分別 而寫得最好的其實是龍貴 因為龍貴他在送走職機去幫一輪去救阿劉的時候 龍貴是有一點掙扎的 而龍貴其實本身也是一個能夠看到幽靈的人 他的靈力甚至是一出場的時候 他的靈力比茶道更加高 但是他就選擇了做一個普通人 或者他的制慮令到他變成了一個普通人 沒有參與到之後的一番戰鬥 或者可以用另一個作品比 但類型上是不一樣的 好像下目有人將 其實都是有一些人有能力 或者有些東西可以看到 有關妖怪的事情 另外有兩個朋友 如果用今天我的形容來講 那兩個是契弟的角色 但是那兩個所謂契弟角色 其實沒有能力 什麼都能感受到 但其實暗中有些東西會影響主角 會有一些用處在裡面 但現在這套除了龍貴之外 其實那些都真是契弟 他學校那些契弟我也算了 他靈架偵探篇 有一個最小的魔術師 那個什麼觀音子 那幾回真是悶到 他覺得自己好笑 我感覺到狗毛大人覺得很funny 但我看過他都很麻煩 很造作 不是不是我 我是據那個角色很深刻的 因為我當然有個朋友經常扮他 所以我才說好笑 那個角色本身是不好笑的 角色是討厭 但是他出場醫院那篇 我是OK的 好看的 但是角色就不好笑 但是如果你相比起其他鬼怪類 例如剛才大王講過 夏武漁人像 甚至是詩月虎 他講所謂修軌 或者轉世的東西 就未必有其他那麼好看 但也有在 有在的 我原本以為他這些東西會做多些 可能會買了一個賣話 但後面就完全不是這些 我另一個想稱讚就是 其實詩雲界編我是OK的 前半是OK的 因為詩雲界編我整個人是OK的 前半不是說你用煙花衝進去那段位置嗎 你不玩笑 是 是見到露奇 白災第一次出漫解 之後要去修煉 其實那裡也OK 因為漫解的出場是有型的 是 他那裡的漫解姐可能是開 《斐斐黃蛇尾丸》 《月牙天聰》 《千本鷹衣》 《幾末》我是喜歡的 《斐斐黃》 《可犬我怎樣》 但是《千本鷹》 《漫畫和動畫》 表現都是很漂亮的 不是 《斐斐黃》我是OK的 因為他打過我是白災 他輸我可以的 還有他輸得 不算太沉黏 我只會說那次 也OK的 我可以的 但你也要記住 這支影片裡面 也不止他開漫解 《東思郎》也開了 但是《紅年兵輪院》 你不要說是型的 《閹記幕》是會深刻的角色很型的 十三番隊長 他都鋪了出來 你是覺得有東西打 還有究竟整個陰謀是怎樣的呢 他最後藍染出來 玩《鏡花水月》 也是型的 是 《鏡花水月》 我想當時 作為一個叫做 非戰鬥類的能力 尚算有點特色 而亦都令到他這條條條 叫做有點移扭的程度 當然你在後面 其實你再看的話 或者你整套 總共整套作品去看的話 他有點移太過自圓其說 即是有講完 《鏡花水月》 我會覺得是 什麼 設定了這件事 就是讓他想不到怎樣說 就用《鏡花水月》去兜 可以說 哎呀 麻煩我們賺了 不是不是不是 這件事不是評論 評論 但是說他好和不好 正在稱讚的 我自己反而覺得 其實他十三個隊長和副隊長 不要管 或者有時候可能是三四隻 他的角色 我覺得他的描寫 基本上都令人深刻 你不要管他型的 大致上其實你都會記到 那班主要的戰鬥角色 二個數量其實是不少的 足足三十幾四十人都有 你是大致上你都會記得的 而各個隊長他們的這個 這個 此解和慢解的能力 相對上 我想大家都可能都會期待 我再給針了 因為我是故意 開始的時候 看了十期的《鏡花水月》 應該差不多到《施魂界編》 即是在打的時候 以及這個《Naruto》的十期 去比 那《Naruto》十期應該是 差不多中印考試的時候 我記錯 兩套 比起來 我會比較喜歡這個《鏡花水月》 當然中印考試我都覺得是很好的 不過《Bitch》是比較好看的 那這個就牽涉到 到底是《幽遊白書》比較好看的 還是《Hunter》《Hunter》比較好看的 因為一個就抄《Hunter》 一個就抄《Hunter》 一個就抄《幽遊白書》 那你很難分到上下 有什麼感覺 其實要說的是 《九寶大人》在創作這套作品的時候 擺下去的設定其實是很多的 哪怕是一些過程完全不重要的角色 例如《一會》有兩個妹妹 《柚子》和《夏莉》 他們踢球遇到的那四個契弟 那四個小朋友 其實他有擺設定給他們 而是為他們想了一些背景 例如這個人家是很有錢的 這個人是很內向的等等 雖然沒用 但其實你看到他不是 是放鬆一些角色出來的 這個人其實是一個設定控 但是問題是他喜歡想 而但是那些設定會撞 或者是繞不到 我剛才有一些覺得 他前期應該未必是想弄一套 打到這樣的東西 我剛才覺得他有一些想弄一套 真的好像 都是他前半所謂很靈界偵探篇的東西 我剛才覺得他想弄到這樣的東西 但不知道弄一弄一弄 會不會是編輯部 你這些東西寫得那麼厲害 現在還欠一套打這個混蛋 你不如就去打這個混蛋 但是你看他的線 他也是 有小小的感覺 《燒雲界片》是鋪了的 有啊 有啊 被他吸了死神能力 到白災他們出現 那裡都很滑 你都知道他是鋪了這些人 但是去到後面那些什麼 慢解 然後那些虛圈那些 就擺明是硬盛下去 那個感覺是 我最初覺得應該是做這個靈界偵探 然後可能鋪了一個大片要打 打完那個大片回去做靈界偵探 我原本應該是這樣 我反而 其實如果說他有沒有鋪過 或者他想到大概是哪個位 我會覺得藍染打後是加出來的 是 我猜他是鋪到露奇 雙極那個位 不是 不是不是 I mean 是打死藍染 我打死藍染 我那個有鋪 我那個有鋪 因為呢 其實本身他們最後打藍染的時候 整個格局呢 是應該所有人都出來去打勾他的 是 而打完那段之後 由於他沒有東西寫 他想不到怎樣寫 所以才要寫一群好像沒有關係的 很關事的人出來 然後就拿滅卻出來 賣賣尾 其實你說這兩個尾賣不賣呢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影響的 而為什麼會說是去到藍染呢 剛才提過了頭八期這個死神代理篇 然後就白了他們出來 這些都是一些很大路很容易想得到的劇情 但是其實在他那裡鋪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頭兩三期的時候 在對白上面鋪了黑奇一心是死神這件事 有鋪有鋪 因為他說他從來都沒有叫過 阿魂取代了 雖然有個角色叫魂 那就是當一戶做了死神 他的靈魂脫離了肉體的時候 所以他要放一個虛擬靈魂 在一戶的身體裡面 那個角色就叫魂 其實是用來暫代的一個靈魂 當他上了一戶身的時候 黑奇一心是從來沒有叫他做一戶的 而這件事在對白上面 其實他有小心處理過 變成了大家看回 其實一心是死神這件事 他一直都有鋪過 只是不明顯了 然後去到他們叫做那邊 假面關系出來的時候 因為一戶其實一早已經在他 獲得了這個叫做恥解的時候 已經找到那個面具出來 這件事也一直都放在那裡 然後到打完藍燕之後 所有東西就好像是完結了 重新再來 還有你看到他進去找大叔 在學習斬月的時候 好像不知道第一次還是第二次 已經說什麼有王的能力 這些幾個 然後其實已經有個鋪過 說他有個面具 是說這個面具 扔來扔去扔不到 好像鬼來電一樣 有鋪過虛化那件事 所以你會看到 他在最初 其實他放了藥乾淺 也有想到 我想中間多了支節 是不出奇的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他在最初 明明在人間那邊鋪過了那麼多東西 我覺得沒有理由就是 那麼少東西放在人家裡 所以我常常承認 是應該 所謂很靈界偵探的東西 應該不止那麼少 或者之後會再有 但是已經沒有了 可能回不了頭 可能回不了頭 你打完十三隊之後 回到去打那些大虛 真的沒什麼迫力可以 可能就是那件事 是他前面鋪了一些 很靈界偵探的東西 但現在就知道 打完屍雲界片 那些人就覺得 沒理由 你現在打得這麼超西 像龍珠那件事 最初很輕鬆去找龍珠 到之後玩一玩 越打越大 那你回不了 去悟空小過找龍珠 即是打完屍雲 再打天下大陸武術 大會的吸引力真的不高 或者你就變回王阿莊 那些去找龍珠不行 但你說他是不是鋪到禁錄 我自己也不認同 因為他最初出大虛的時候 柳木露奇說 大虛這些只是在教科書出現過 沒見過 然後你會發覺 通街都是大虛 而且通街都是破面 不過這裏 應該說他的完結位 應該在哪裏 原本的完結位在哪裏 其實這個後少先再講 因為應該涉及其他事 其實都可以講一下 其實做什麼位讚呢 我真的覺得 其實九寶大人在做一些角色的設定 還有他的造型 其實他的造型也是有型棍的 所以都夠喜歡 也都多人買的 而且我覺得賺到那件事 其實九寶的畫 有進步過的 也很喜歡的 而且他的畫 你如果看回封面那些 其實他真的保持著有進步的 當然某個位置開始畫得夠了 是另一件事 但他是有進步的 這個作家你覺得 在中間來說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飄零都不是 發善可塵的 當然 當然 他的問題 我想不到怎麼說 對不起 他可以套租的位置 因為正常我們會說 霞不掩餘 或者應該說他現在 他不是一套完全 他不是一無可取的作品 但也有很多位置出了事 而出了事的位置也是非常多 我在想 除了國王遊戲之外 有沒有作品可以稱得上一無可視處 先想想 我真的沒有想到 都是的 國王遊戲 我真的會驚訝 國王遊戲之外其他作品 應該說他作為一個三本柱之一的作品 其實你覺得他曾經有一些東西值得 他在三本柱這個位置 當然後期就 若干問題 就令到這套作品 真的插進去 而插進去的同時 也帶出了很多笑點 就給那一套租了 因為你知道 冰霸如山島 你越想越亂 就把那些東西放進去 就會令作品越來越套租 而我想聽飄零這一集的朋友 即是聽我的集戰隊說飄零的朋友 你應該不是我們不斷賺這個作品 都是想聽我們如何套這個作品 你預先說飄零這個作品 就不斷套租 而我們當然不會在這方面 怠慢大家 不會在這方面阿渣樓灘 即是換了大家四十多分鐘 這些開頭要做 你記得鐵亂的時候我第一節做嗎? 是讚的 是不是 我們接下來開始會套租 休息一會 待會第二節動漫戰隊回來 和大家繼續套租這個飄零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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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